发生事故时 这个示意图是标示事故发生时应该如何处置的内容 虽然没有收入教材,但也请大家记住 第一是,首先要对受害人进行救助 第二是,将发生事故的情况报告给工长或承见人 第三是,对受害人进行救助后送往医院 原则上应叫救护车 救助 报告 急救运送这三个步骤非常重要 请牢记在心 采取迅速的应对措施挽救生命 但在发生触电或缺氧事故时 往往可能造成救助者的次生事故 应引起注意 安全要点 急救箱里是否备有急救药品 是否备有担架 是否备有担架 没有被换架